我们讨厌死亡 生命终止 一切灰飞烟灭的感觉 实在太糟糕了 但却有一群人 他们却必须面对死亡 他们的工作就是遗物整理师 在日韩 是一种专门为试者整理遗物的特殊职业 剧集改编自韩国作家惊喜别的散文集 离开后留下的东西 写下散文集的作者 本人就是一名遗物整理师 此前有电影《入恋师》 为试者整理遗容 体面地与世界告别 而遗物整理师 便是通过整理试者的物品 梳理那些回忆 代替他们把未了的心愿表达出来 一般情况下 都是由于出现了非正常死亡 才需要聘请遗物整理师 对试者住所进行清理和消毒 有的是血淋淋的第一死亡现场 有的则是俯虫遍布的废墟 要胜任这项工作 必须有超出常人的强心脏和承受力 与此同时 出于职业的特殊性 社会上依然带有不少偏见 觉得他们晦气 也有不少人 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当作搜刮使者财产的工具 或是打扫死亡现场的清洁工 有一家天堂搬家公司 和一般的遗物整理公司不同 他们从不敷衍了事 妥善处理好故人遗物之后 也会用心解读和聆听那些故人留下的言语和请求 公司的员工是一对父子 父亲韩靖佑 曾经是一名消防员 因为妻子病重辞掉了工作 也因为妻子的离世 开始了天堂搬家 儿子韩科鲁 20岁 是一名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 从小性格孤僻 寡言少语 对于理解人类情感与沟通存在障碍 说话做事过于一板一眼 经常被人嫌弃像个机器人 一旦犯病 全身会不停颤抖 嘴里不断重复着海洋生物的百科全数 严重的时候 还会用头撞墙 谁都拦不住 但另一方面 科鲁也是个绝对的天才 他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 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 推理分析能力更是无人能敌 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 他总能准确地通过环境 物品 甚至是空气里的味道 来判断逝者生前的状态以及人际关系 而爸爸是科鲁唯一的依靠 但是爸爸含静悠 好就知道自己患病 时日无多 便签下了一份协议 把照顾儿子的重任 交给了自己一副童母的弟弟 曹上酒 生活不检点 拉里拉他 还蹲过监狱的曹上酒 怎么看都没办法 担当起监护人的重任 要不是为了拿到哥哥的那份财产 曹上酒压根没想接下 这个烂摊子 却也在和科鲁相处 进行遗物整理工作的过程中 曹上酒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底 我是遗物整理师 和很多我们熟悉的韩剧不一样 平静 现实 甚至有一些冷淡 同性恋 工商问责 医闹纠纷 家庭暴力 空潮老人 安乐死 韩国孤儿 三封百货倒塌事故 这些尖锐而又讽刺的社会议题 却以试者一物的形式 向观众一一托出 把一切轰轰烈烈的生理死别 通过科鲁这样一个 有情感障碍的角色 处理成了静默又深刻的瞬间 就像剧中 因为意外死去的医生 给爱人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无法预测 死亡何时到来 在阅读 窒息了他们的人生与遗憾之后 我们能做的 唯有让自己的遗憾小一点 即便无法坦然面对死亡 也要学会好好的和他们告别 即使你看不到某个人 不代表那个人不在你身旁 只要你记住他们 他们就不会消失 就像科鲁最终肯放下的 父亲的补会和一样 让回忆的美好留在心里 和他们 庄重地告别